跟你们说一个我用了很多年懒人版做雪糕的方法 这也太适合我这个懒人了 我现在就来试一下 先准备两个矿泉水瓶子 先准备个矿泉水瓶子 往里面倒入250克淡奶油 然后倒入250克淡奶油 和30克别糖 再放30克别糖 给它疯狂的摇晃 然后疯狂的摇晃 然后它就会变得很浓稠 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给它切成一个个小孔 再给它切一点点小孔 跟雪糕棍一样大小就OK 刚好能插进雪糕棍就OK 放进冰箱冻印之后 再给它切成一只一只的 放冰箱冻印晚上 再给它切成一只一只的 把外面这层给它取下来 其实就可以吃了 把外面这一层取掉就可以吃了 但是先不要吃 啊 下次说话能不能说快点 碗中倒入200克巧克力 我来一罐巧克力脆皮酱一样的啊 隔热水把巧克力搅到完全融化 我这个一买来就是融化了的 把做好的雪糕放进杯子里面 裹上一层厚厚的巧克力 把做好的雪糕放进杯子里 裹上一层巧克力液 再次放进冰箱冷冻20分钟就OK 哇 这只木冻雪糕完成了 口感非常绵密 还有脆脆的外壳 真的绝好吃